目前外界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眾說紛紜 中共官方的始終否認病毒來自武漢P4實驗室 與人為製造的指控 日前 美國和中國的兩名學者同時指出 新型冠狀病毒確定來自於實驗室 目前 外界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眾說紛紜 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李昂‧斯維勒 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病毒有使用人造技術 基因組序列裡被插入奇怪的元素 這些被放入的元素 不可能存在於任何地方的野生動物體內 這是一個SARS的蛋白質 目的是為了製造更具反應性的基因 以及更具免疫力的疫苗 因此他確定 這個特別的病毒來自於實驗室 這個瘟疫它已經蔓延到多個國家 並且造成了傷亡 這個已經不是簡單的 就是中共慣常所說的內症問題 而是已經演變成一場重大的國際危機 因此世界各國都有權利 要求對病毒的來源發起調查 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 17號赴北京市、廣東省和四川省 開展現場考察 至於考察如何選擇目的地與分組的細節 並沒有對外說明 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被中共當局命名為 中國世衛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的團隊 美國並不在其中 就在輿論聚焦武漢P4實驗室之際 2月14號 習近平在會議上接連5次強調生物安全 並要求儘快推出生物安全法 令外界驚訝 原來中國到現在還沒有生物安全法 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類似於P4實驗室這種級別的 它發生某種事故泄露出來了 是不是就能夠得到這種法律的制裁或者限制呢 這個我想呢 我是不太相信的 因為中共它本身就不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國家 像這種高級別的背後又直接是通天的 所謂的這種企業實驗室 它所得到的這個特權和通行證呢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中共在生物安全領域完全處於一種混亂狀態 另一方面也說明 中共遲遲不進行生物安全立法的目的 是不想讓自己開發生物武器被束縛住手腳 就像過去一直不進行新聞立法一樣 目的就是怕束縛了自己對言論的打壓 所以這個舉動呢我覺得它是為以後可能在必須的 或者說是被迫的情況下 不得不承認病毒來自於這個實驗室 先預留了空間 華南理工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蕭波濤 2月6號在全球學術性社交網站 ResearchGate上發表論文 指出了新冠病毒來源的另一個可能性 武漢疾控中心 論文引述之前官方資料表示 武漢疾控中心有發生實驗室意外的前科 2017年和2019年 曾有研究員被蝙蝠的血液和尿液見到 該名研究員因此自主隔離14天 沒有經過正規的培訓 沒有經過正規的考核 他就會放他進去做實驗 然後由實驗室的師兄師姐教一教他怎麼做 然後就這麼做了 然後現在的90後或者00後這些學生呢 他們因為國內的這個環境嘛 都是嬌生慣養的 然後有的不小心就洩漏出來了 像90後經常有這種事情發生 報告指出 武漢疾控中心不只距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相當近 首批確診武漢肺炎的醫生也來自於臨近的協和醫院 小波濤懷疑病原體恐為試驗室的試驗樣本 與受污染的垃圾